随着微信的普及和推广 各种微营销、微店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了 许多消费者对此也是非常推崇 在正在举行的澳门旅博会上 许多商家把通过微信推旅游产品作为一项广覆盖 高出达率的营销新招大力推广 与会业界的精英们也把这种智慧新模式 作为行业研讨的热点议题 11月22日下午主题为微信 下一个旅游入口的主题研讨会 在澳门第二届旅博会上召开 爱信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蒋子牛 就如何带着旅游行业去中间化的自媒体梦想 致力于帮助旅游行业建立自媒体生态体系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微信旅游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微信它实际上是一个在互联网行业当中的一个超级APP 然后作为微信的这块超级APP当中的话 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在微信当中 它可能每一个人可能不一定会有自己的APP 会下载很多奇迹怪怪的这种APP 或者是一些它经常会用到的 但是每一个人我相信 因为微信已经有六个亿的用户在微信上面 五个亿的国内用户 一个亿的海外用户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微信拓展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把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通过微信已经抓在了手里 那么在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微信的这个船上 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来去结合旅游的这块的生态 因为微信它不像淘宝 或者是最早的时候对于旅游行业的 它可以直接通过一种电商的形式 或者通过一种就是OTI的形式 把旅游产品给带到微信上面来 去销售或者说去引导 它也不能像微博一样 直接是有一个公共平台 那么微信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在以往的时候 我们的旅游产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但它企业却很小 大部分的企业都很小 然后呢 在以前的PC时代的时候 大家是做不到 把一个很小的一个企业很大的给放大起来 然后呢 在OTI时代或者移动IP的时候呢 通常也很难去做到 因为我们传统的旅行社 或者是景区景点 他们其实力量其实蛮弱的 尤其是在互联网当中 如果现在以前PC时代 他们只能依托于OTI市场 协程或者翼龙 或者是有些自己也做了一些网站 然后企图会把网站给做起来 去找一些流量进来 可实际上做这种很尝试之后 其实都失败了 那么到了移动时代的时候 他们还想这么干 就是我们传统行业的话 也是希望通过 就是自己去做一些APP 自己去做一些 就是一个终端 想去获得一些流量 但是呢 其实他们还是被边缘化 那么微信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舞台 就是可以把 微信上面有一行 哪怕是最小的一个个体 都能做出最大的品牌来 因为它是一个互联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微信旅游是一个 下一个整个旅游行业的一个新入口 因为人在那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 可以在微信上面最大化的 通过朋友圈和分享 让自己的产品和内容 像子弹一样的朋友圈去飞 东盟卫视MGTV记者张云亮 中国澳门报道